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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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來到問問.talk 的時間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家裡有幾十種電器 電器會不會有過期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說一下,原來家裡的電器放太久 原來它都會過期的 電器過期的時候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耗電量會大增 如果一部電器用了好幾年後,耗電量就會越來越多 幾年後,耗電量就會增加到四成 比原先 再長止下去,去到八年、十年的時候 耗電量有機會多一倍 除了耗電量之外,散發出來的輻射也會大大增加 因為它隨著時間的關係 其實它過期電器散發出來的輻射 有機會比原本多三至四倍 是嚴重影響你的健康的 除了耗電量和散發輻射之外 其實它的功能亦會相對地減退 舉個例子,像你的冷氣機一樣 用得久,它的雪種都會漏 例如你的雪櫃用得太久 其實它的制冷功能會有機會受到影響 它不能夠確保有一個低溫去保存食物 就會導致雪櫃裡面的食物會滋生細菌 其實有很多問題都是因為電器用得太久而導致 去到最後,因為機器老化的關係 所以它裡面的零件也有機會老化 所以有機會導致一些過期電器很容易出現漏電 甚至乎過熱爆炸的情況出現 所以你說過期電器多危險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判斷那樣電器是過期的 今天問問.talk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talk 宜蘭逐個足 拜拜